曾经与古天悦传过绯闻,是向华盛的前女友,如今她生活让人羡慕。 张月山1974年出生,年轻时长得不算很惊艳,但给人感觉比较乖巧甜没有灵气。 20岁时就签约BGM唱片公司,也曾推出唱片及担任电视节目主持,不过没什么歌曲代表作。 演过几部电影,还有TVB的电视剧《连正追七令》《新盛海滩》《妙手人心》,不过貌似都是女N号,就没当过女主。 怎么看都是一个星图平平的小明星。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张月山,却曾和BGM的高层黎智杰传过绯闻。 他也和谷天乐合作过TVB的电视剧《连正追七令》和《鬼片逛角的天空之男烧衣》,期间传出绯闻。 谷天乐大概后面感觉自己被利用了,说了一句值得品味的话,对他不想做任何评价。 1998年,张月山命中的贵人出现。 他在前爹黄玉敏的介绍下认识了向华盛,摇身一变成为向华盛的女友。 向华盛是向华强的弟弟,兄弟来的永胜电影公司哄红了很多香港明星。 不仅如此,向华盛还是香港社团新一般的华世人。 向华盛可谓对张姓女子情有独钟,第一任太太张美玲,后来的女友张敏及张玉山,都姓张。 张玉山比向华盛小24岁,颜值、气质、名气都与他的上一任女友张敏相差戏条件,关于他们为什么会相爱有多重说法。 据说向华盛曾向华盛曾向有人说过,张玉山之所以打动他的心,是因为曾经给他洗过脚,他觉得那样的感觉有一种暖到心里的感情,让人感动。 随后两人变在一起了,后又因泰国白龙王说他世运财同资转世,向华盛之后也确实赚了很多钱,所以就公开的在一起了。 有强人称邀的张玉山从1998年开始淡出娱乐圈,开办先提公司修身堂,走上女强人的道路。 朱音、刘嘉玲、张晓慧、郑心仪等都代言过修身堂。 2003年,张玉山修身堂在香港联交所上市,28岁的张玉山一月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主席,执掌三亿身家。 从二线女星一月成为身家数亿的富婆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,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 不过2006年,向华盛和张玉山分手,并且搭上30岁的内地女富豪端木英子,2008年在法国结婚。 2014年,向华盛换来去世,张玉山参加了葬礼。 如今44岁的张玉山,即使被当成30岁,也不无说服力,但她慢慢地退了下来,坚持游山玩水和参与善事,享受人生,令人羡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